那么说完那个线条呢 咱们说一下颜色 颜色的首先咱们先看一下 因为每个人可能都有油花瓣 咱们先分出冷暖来 就是冷暖啊 好多人都不太理解 这个什么叫冷什么叫暖 我先给大家说一下 黑白不算冷暖 就是黑白 包括灰啊 因为灰是黑白配出来的 它们是没有冷暖色性的 所以在色彩里边来讲 它们只算颜色 应该算不上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色彩 什么叫色彩 就一定具备冷暖的这个清香 那么冷暖没有一个颜色拿出来说的 就是我拿这个绿色说 它是冷的还是暖的 没有这么说 一定是两个颜色在一块比 你比如说最冷的是红 不是最暖的是红 最冷的是蓝 那么以此类推 就是当红和黄出现在一起的时候 那黄就偏冷 红就偏暖 当这个蓝和绿放在一起的时候呢 蓝就冷 绿就暖 但是当绿和黄放在一起的时候 黄就变成暖色了 绿就变成冷色了 这个是一个冷暖关系 其实这个东西没有 就是在咱们现在的这种训练当中 灵基础训练来讲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实质性的作用 它在一些细节的时候 后皮的训练 比如说冷光源下 我们画的是室内的景 室内如果是那个 那种那种 节能灯就是冷光源 它的亮面 收光面一定是冷的 哪怕我们画一红苹果 那个亮面要用冷红去画 暗面就是暖的 那么反过来 咱们到这个阳光线看到的景象 太阳是暖的 所以太阳照的所有地方 它哪怕照着那个 就算照一个白色的物体吧 它的瘦光面一定会发黄 它的背光面一定是发这种蓝紫灰 这么一个形象 这个是冷暖是可以直接调和这个光源 这么去用的 然后说完冷暖之后呢 咱们解释一个名词就是色性 那么说完冷暖呢 咱们说一下基础一点的 更基础一点的 就是三元色 红黄蓝 什么叫三元色呢 就是说这三个颜色 是不可能配出来的 就是我所有的颜色都可以由它们来组合 但没读这三个不可以 大家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可能很多人知道这俩放在一起是绿色 但这没什么了不起 但如果了不起的是 我知道这个黄和不同的蓝放在一起是什么绿 然后 这个红和不同的蓝放在一起是什么紫 红黄蓝放在一起又是什么颜色 三个颜色组合在一起是什么色彩 这个有什么用 这个有作用在于当你写生或者去临摹大师作品的时候 你能一眼就能判断出来那个颜色是由哪些色彩组成的 因为咱们除了画梵高的色彩以外 其他的颜色基本上都不会是纯色 一定是色彩搭配组合的 但很多人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这些颜色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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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合起来的 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这个对色彩的熟悉程度 怎么能判断出来多练色彩配络 比如我拿点黄和这个蓝放在一起 看看是什么绿 然后还是一个黄 换一深一点的蓝 再看看又是什么绿 就是靠这种不断的怎么去换组合 就组合出来了 包括比如考验大家的肉色是怎么拼的 大家可能知道红色和黄色呢 放在一起是橙色的 放在一起是橙色的 我们来这边 但是当这个橙色 再加上白色 放在一起就可以呈现出来这种肉色的这种色彩倾向 可能有人问我你怎么知道的就这些颜色有没有公式能背下来 我觉得花花咱们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特别理科的那么东西去搞 即便是我有了这个公式我告诉你了 力度上我怎么跟你说呢 那个力度的控制是大家要挑就是要训练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靠剁换 你不断的这么去练 拿各种颜色异想天开的去组合 有时候就能碰撞出来你想要的色彩 包括就算我配出这个肉色来 也没有意义 我还得知道这个肉色放在哪 而且它还有没有 它是偏深一点还是偏浅一点 这些跟力度都有关系 所以花花咱们记住了一定是感性的事情 但千万什么叫套路 套路就是我现在告诉你的这些东西 线条怎么坏力度怎么控制 什么是这个冷暖 那怎么去配色 这就是套路 但是绝对不会是说一个公式给你 不会像数学似的 它也不会像英语似的 ABCD四个答案 就一定有一个是正确答案 没有一个颜色说放在这块是合适的 一定是放在画里头去看 合适不合适 那么解释完这个之后呢 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个词叫色调 因为这个也是咱们常常用不上的 一幅画一定会有一个主旋律 比如说这个 河岛相规就是黄色调的 有的画海角就是蓝色调的 画那个田园就是绿色调的 就它有一个主的这个色彩基调 我们在画画的时候是一对矛盾的一个色彩关系 就是我们一定要一个统一的色调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色调的话 这个画看起来会很欢很乱 但是呢 要一定在统一的色调里边具有不同的色彩变化 这样的话 画完之后这个画看起来 它的色彩丰富 包括我们画一个草坪 我大家都知道这些草是绿的 它在绿草当中 可能会出现有黄色 出现蓝色 甚至出现肉色 但是这个色调啊 它还是绿的 只是在统一的色彩基调下 它有不同的色彩变化 这是关于一个色彩的一个知识 那么再下来呢 我给大家接下来给大家介绍 还有一个词叫环境色 这个也是印象牌经常能够用到的 就是你比如说换一个山 什么叫环境色 就是环境对物体反射出来的颜色 山本身如果没有树 可能是凸的 还就是这个颜色 一块石头的颜色 但是因为它底下是水 所以水对山会有一个反射 这个山看起来接近水的地方 会有点发蓝 包括水中的倒影 会发山的色彩 这就是色彩之间的这么一个 一个混合 这个就是环境色 那么这些就是 我觉得就够用这个画影像拍画的了 然后我不太建议 就是一次给大家关注特别多 你说我花了两小时 我把这个色彩从头到尾 全给讲了一遍 这样的话大家就也就全忘了 一定是我们讲那个东西 正好就能接到到实战的 这个画面等中来 这样的话才有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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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